王家偏北渔的一处屋子是陈娘独住的 屋子有一半造在河塘上 所以从屋后直接能下小船 隔开河塘对面就是王亭的居所 白墙乌瓦屋檐叠叠 看上去很朴素 但在王家越是朴素的表象 越是奢华的内力 这个王武有奇怪的嗜好 把屋子造在河塘上 小姨撇撇嘴 陈娘张张嘴最终没说话 墨子手一摸眼一看 就知道这屋子是新建的 黄梨木的四周紫檀沉香的梁 屋里的家具全用红木 墙上有画落款无语 是王亭的字 画上有诗 提折 林真儿 她眯起眼 这算是金屋藏胶 陈娘咬住了唇 没所愁烟 至少 她是个君子 所以郎情窃义 比我想象的好 你做话来我提诗 挺浪漫 小姨柳夜眼倒树 你要给人当妾 被囚三娘和墨子影响 她已经认为当人小妾 是不可思议的想法 别告诉我 你一开始就是自愿卖进来的 墨子语气有些严厉 望秋龙没有可扣你 你有一笔不小的鸡血 又跟白河无忧他们合分开铺子 即使不做葛秋 也衣食无忧 陈娘连连摇头 自然不是 放着好好自在的日子不过 我为何要给人当奴婢 说大哥 小姨火大 怎么又是她 我一见结果了算 唉 她赌性不改 欠了万两银子 不经我同意 就将我卖给了青楼 还是终生死弃 一开始我不认 大哥所作所为 也让我心寒 干脆一撞将他告到上都府衙 但官府说 我父母早丧 长兄如父 据大舟法力 可以卖我抵债 驳回我的状子 又说我目无尊长 状告自己的哥哥 将我贬为官计 一切发生得太快 三娘无忧都不在上都 多亏婷公子听闻此事 出面周旋 捐了一大笔银子 才最终改叛到王家为奴 唉 陈娘长叹一声 生就是我的命 上辈子欠了我兄长 要用这辈子来还 如今只庆幸 遇到的是好主子 傻丫头 墨子皱几眉 完全被人陷害了 还感激庆幸 陷害 陈娘想都没往那儿想 只以为是兄长没出息 不是陷害 你哥会输那么多银子 不是陷害 官府会贬你为官计 不是陷害 天巧三娘无忧都不在 不是陷害 王庭敢得那么巧 救你从 救你从一个苦海 到另一个苦海 我猜猜 你牵的不但还是终身死气 而且绝对不能赎身 自熟或其他人熟都不可以 还有 这事发生在皇上决定和谈的旨意之后 处处都是精心算计过的痕迹 算计过的痕迹 陈娘是个香儿 调他 运气好一点 还能调原成 墨子 你猜得都对 不过 陈娘一直是个有主见的人 从他不肯嫁祸疤开始 就不懦弱 只是恶势力太强 超出他能抗争的范围 平公子不会是那个设下圈套的人 他其实很简单 喜欢游学教书 对考举当官 没有半分兴趣 我不对自己从未见过的人 妄下定论 就算不是王婷 不是王婷 也一定是王家人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可知 他年底要娶公主 陈娘知道墨子的意思 刚才小姨直接就问了 我和她之间清清白白 是知己 我懂得分寸 也不敢奢望 但求公主嫁进来前 能这样隔堂相望 感情 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 墨子看着这个 已经为情所困的女子 默默无言 她可以尽力去帮她争取自由 但她对她的爱情走向无能为力 她若喜欢你 就会把卖身器还给你 小姨反倒是大胆直言的那一个 她就算还给我 我也不过从王家的奴婢 变成了官婢 因为判书上 写我勇为奴籍 一个让人对未来 毫无希望的宣判 除非皇帝特赦 墨子读过一遍大舟拳法 如果陈娘是香儿 她和元成是鱼 王家人调上来之后 想做什么呢 若只是为了打压嘲笑 未免太幼稚了吧 暂尽突然出现 墨哥 不远处开了晒小门 走进来的两个人十分鬼祟 墨子看向陈娘 陈娘奇怪 平公子喜欢往外跑 所以就特地开了道侧门 方便进出 这两日他都在家 应该不会有人用那道门才对 墨子走到窗边 从凤梨往外瞧 前面有片假山花园 只见一个中年大叔 和一个青年小伙 匆匆而过 走路的样子确实心虚 两三步就东张西望 两人之间没有交流 是陆管事 陈娘悄悄说 哪一个 墨子问 年纪大的那个 在大老爷身边管理杂事 另一个我没见过 可我也来了不久 多半是哪房的小厮 但肯定不是停公子的人 不知他们如何进的这门 平日都上锁 陈娘的话里 信息含量不少 墨子观察到 路管事手背上 有一块青斑 不是府里的小厮 暂尽却否定掉 他腿胯向外 衣上铺灰 骑马长途 而腰间骨梗 分明藏有弯刀 墨哥 此人 来自大球 墨子接话 现在是秋天 他却只穿一件单衣 婉袖还冒汗 可见是耐寒的北方人 大球男子不书记 但喜欢从发根结多变 自小如此 他虽书记 发根松而弯卷 只要仔细看 熟知大球人习性的人 就能发现不同 而且 他进了这府 可能心情上也轻松了的缘故 大球豪放的特征 十分明显 大球人 陈娘等时事 大球与大洲关系僵化 说敌对都可以 为何大老爷的管事 会带个大球人进来 莫非 有些话不好说出来 因为会导致可怕的结果 就在这时 墨子想起王阳临死前 对他说的话 他疏于管教 王家将要遭难 若能救石娘 他眼睛陡然睁圆 不会吧 难道另一个 和大球勾结的是王鹤 可是 王家在大洲的地位 已经无人能及 和这些低调的奢华 也不会缺钱 大球骑士汉人 王家就算投诚 将来也不会受到器重 为什么呢 莫哥 我跟去看看 暂尽提议 不 王家一定潜伏高手 你会被发现的 墨子考虑周密 陈娘 你说想留到 公主嫁进来之前 他问陈娘 陈娘冰雪聪明 你想让我打听吗 墨子摇头 不用刻意的 只要你留意一下 那人会不会 从这个门离开 什么时候离开 帮我多个心眼 但千万别自己冒险 我会让赞进来取消息 你告诉他就行了 陈娘忙硬了 还有句话 我想问清楚 墨子发现 陈娘在听到 公主嫁进来时的落寞 如果公主 与你和她共事一夫 你留 还是不留啊 陈娘猛然抬眼 起唇 又闭 半晌后 吐不出话来 那我再问你 如果王家和大球勾紧 被皇帝抄家问罪 王婷就算不知情 也逃不出流放 贬为庶民的命运 到时候没有公主 没有任何人 会留在她身边 你跟她 还是走自己的路 她不能参与 陈娘的爱情 但她必须了解 她真正的想法 才可以知道怎么做 陈娘仍是没说话 但她表情困扰 显然思绪混乱 你好好想想 有了答案 就告诉我 看过身边女子们 不同的感情路 墨子发现 只要坚持做自己 就好了 墨仇的决绝 脚娘的疯狂 相识一的任命 为六娘的坚忍 旁人无法理解 评断是非对错 但对当事人而言 只是爱了以后 去承受不同的结局 无怨无悔 就好像陈娘 应该深受女强盟的影响 对一夫多妻 无比反感才对 可是遇到了王婷 还是情不自禁付出了 陈娘点了点头 墨子没有再回赏局宴 既然蛮横了 就蛮横到底 带着暂尽小衣 扬长而去 回到原府 见原城居然白天就在家 笑他 把酒戒了之后 人家嫌你应酬无趣 所以早早把你赶出去 去了谁家 这么重我的业 李王府 李王对我没把他女儿 带回来 很是不满 直言要我对他的清白负责 我说了一句话 他火冒三丈 就把我赶出来了 说什么话 两只耳朵竖起来 我说 你女儿是已出嫁的妇人 何来清白可言 让我负责 安远侯家的公子怎么办 俗话说 好女不二嫁 原城复述一遍 你这是一句话吗 三句话呢 墨子挑眉 别说李王 就是武幽燕 听了这话会拿刀砍你 他虽然嫁了 但没有洞房花竹 还是清白姑娘嫁 我不那么说 难道还顺着李王的话 负责下来 恐怕到时候 就是你拿刀砍我了 原城对爱妻嘴贫 你呢 不是赏花吗 我以为至少要到傍晚 甚至留你晚饭 别说晚饭 午餐我都没吃 王家真是本事大了 知道怎么在你心上 拿一刀 再撒盐 让你疼 又不好抱怨 他虽然蛮横了一次 但在说话间留了较多余地 并没有直接骂三门 这下轮到原城洗耳恭听 墨子不敢落下半点细节 几乎是原话照搬 一一对他说了 听完墨子讲述 原城沉吟 墨子又道 王家和大囚如果勾结 究竟为什么 还有陈娘的事 只是为了嘲笑我出身 总觉得当中缺了条线 你觉得王家不是为财 可能他们的富贵 就是从见不得人的交易中来的 大周暗中有多少人 和大囚仍有买卖往来 十只手都未必数得过来 陈娘之事 确实有陷害的痕迹 甚至可以推断出 是皇后的事意 原因也能知道 多半和萧维有关 本来打算的挺好 自家侄女嫁进靖王府 王萧两家结亲 权中之权 贵中之贵 你横插一杠子 如今萧维仍是独身 王十娘因缘受阻 皇后借此羞辱你 也在情理之中 她把你叫到宫里的那次 就是警告你 别对萧维有非分之想 可见她并不似传闻那般大方贤惠 逃脱不了家族利益的争夺 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 不进一步查证 却很难说 我暂时想不到 也无法假设 要和张震苏兰他们商量一下 原成从不成能 其实让我在意的 是王阳临终前的那些话 不知怎么 想得越多 越起鸡皮疙瘩 她说王家将受灭顶之灾 又请我救十娘 好像是预言一样 一旦记起 心中波动不平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他又是你外公 应该是真心话 原成提到外公这个称谓 血缘关系难以彻底断绝 莫子何尝不唏嘘 和大求思通 应该是王鹤领头 与皇帝的人爱 不会累积无辜 要用灭顶之灾来形容吗 除非谋反 原成淡淡道出 谋反 莫子愣了愣 不会的 王家是文臣 没有兵权 又没有皇族血统 出师无名啊 谋反就是自取灭亡 日子过得好好的 没事找事干什么 说不通 到底是有王家一半的血脉 不自觉就为自家人说话 原成笑了 我只是照王羊的遗言来想罢了 我不是替他们说话 不过觉得找不到必然性而已 莫子自以为挺客观的 若按你的想法 一日三餐得宝 春夏秋冬有衣 皆是大木船一只 心满意足了 原成却暗指 莫子主观 莫子知道 他说得对 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 我请陈娘帮忙留心 但她自身难保 咱们也别期望过高 你一向擅长放探子弄情报 不知道王家有没有你的人 还有王后那里 线下没有别的有效手段 只有钉梢 有是有 不过不受重用 只在外围做事 这么一想 王家和皇后真是很小心 如此滴水不漏 越说明其中有鬼 原成走到莫子身边 伸出手给他揉开打劫的眉心 你也别伤神了 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 莫子把头靠在他身上 舒服享受夫君的按摩 双孩子笨三年 我脑子真是不够用了 原成呵然笑 说些闲话 从这些麻烦事中扯开去 过几日 陈娘通过暂禁传消息来 没有再看到那个大囚人 线索一时中断 经过赏菊宴 莫子也懒于再应酬 对外脱病 称水土不服 让原成独挡八方风雨 他也没有假病 到真活跃 一出原府 会有多少眼睛盯着 不想而知 所以乖乖在家 这一天 迎来他的好姐妹们 除了不在上都的杨桥 红梅和出不了门的陈娘 三娘 白河 绿菊 无忧 秀姐和洛娘 都到齐了 一进来 就把带来的丫鬟 婆子 遣到院外 红梅不是跟你一起吗 府里没丫头 厨房送来一桌子吃的 又在一旁煮上茶 自己动手 延长走不开 谁让你赶着最忙的时候来 囚三娘开了两处延长 皇帝特许经营 又是朝廷指定延商 日转斗金 什么时候你才不忙 不是我说 赶紧再还一个 这回一定要是儿子 省得你婆婆 要给你相拱物色小妾 秀姐身边一群小小鸭 小小子 秀姐的女儿最大 帮忙照顾 很是乖巧 除了绿菊 都当妈了 洛娘还是两个孩子的妈 生了一男一女 这女子也许前二十年太苦了 老天爷补偿的分外优厚 闺女好 贴心 囚三娘说得轻松 莫子眼尖 见她挑眉 就知没有表面上说得轻松 怎么到哪儿都逃不开婆婆 求三娘弄弄嘴 那你不逃掉了 白河也是 记住了 将来给女儿挑女婿 选个没娘的 洛娘正在努力修补 与夫家的关系 闻言害笑 也不是所有的婆婆都那样 秀姐泼冷水 你这是自找最受 好不容易你相公 有决心跟家里分开 自己偏偏硬要凑上去 好人吃亏 懂不懂 洛娘善良 只笑不抱怨 莫子帮抱着白河的大头小鸭 听他们聊 在只字片语间补完整画面 只觉得太怀念这样三姑六婆的聚会了